東西就是一個 補充皮膚 所以一些可能是比較類似 然後可能是很多的療養品 對於長輩來講有幫助的 營養補給品 那我們其實鎖定一些 可能失能跟經濟弱勢 還有在一些健康方面 有些重大疾病 比如像可能癌痕 還是說有些身體衰弱的部分 想說藉由這個可以來補充 他們平常的飲食